美国密西根州 弗林特市爆发缺水危机 州议会大楼外 挤满抗议群众 逼得州长斯奈德出面道歉 回顾缺水事件 2014年弗林特市府 为了省钱将取水源头 从修伦湖改到弗林特河 省下1900万美元经费 但不久后民众发现 自来水不止变黄还有怪味 部分居民甚至出现掉法 起疹子 癫痫还有流产症状 最可恶的是 政府早就知道水有问题 报道指出政府刻意隐瞒 牵水问题害得9万多居民 喝了18个月的毒水 而这些水经过化验后 不止含鲜 大肠杆菌 三鲁甲碗也严重超标 喝过问题水的儿童 血液含鲜浓度 更是正常值得两倍以上 在各界抗疫生中 密西根州州长斯奈德 承诺争取预算提供瓶装水 并改善基础设施 但政治信誉恐怕已经无法挽回 记者陈佳麟报道